洛杉矶市第十四区市议员梁家逊 于29日在天普市出席了一场亚裔组织 亚裔支持优质政府组织的活动 该组织本身及一些委员们 都支持梁家逊进驻洛杉矶市长一职 祖籍广东新会的梁家逊 父亲为华裔 母亲为西语裔 他自小便跟随母亲说的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及英语 曾任加州众议员 加州参议员 及加州参议院议长等重要公职 目前是洛杉矶市第十四区的市员 梁家逊在活动上表明 解决游民问题是洛杉矶市最重要的一环 是他的优先选项 他形容游民问题是人道问题 他说 我不觉得你去到南京、上海、北京、哈尔滨 会看到有人睡在街上 我们有4到6万人住在街上 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住房 让他们不在意街道为家 我们需要新建小房子 需要租酒店房间 把街道上的人牵走 2028年 洛杉矶将办奥运会 所以解决游民问题 显得更为迫切 游民问题不只是洛杉矶的问题 也是全美的问题 有效解决问题需要加州议长、加州议会、各市长、市议员 甚至宪政委员大家的通力合作 为他们提供住房 亚裔组织 亚裔支持优质政府的财务长托尼令表示 梁家逊支持亚裔社区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他有亚裔的DNA 父亲信良 洛杉矶县警局局长维拉牛瓦 也现身支持梁家逊 众医师雍拼称表示 梁家逊在泛杜拉地区得到很多支持 为老百姓考虑 梁家逊提到 游民问题要得到解决 无论经济好或不好 大家都会很关心 Elder Bates Summit Medical Center的中西医诊和医师 Amy Inley-Matoki也表示 因为梁家逊支持亚裔社区 回馈社区很多 他也懂得如何带领团队 如何解决问题